日本大和民族最先起源于何处?起源于何地?一直以来这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。 目前最权威的说法是日本学者植园和狼的二重构造说,即大和民族最先是由三万年前的生文人,两千三百年前的弥生人组成。 图为,日本创世男神与女神。时至今日,日本本土族民血统70%以上,来自东北亚的弥生人,而仅有30%的人,来自东南亚的生文人。 而无论是弥生人,还是生文人都源于古中国,都属于古中国人。 因此,大和民族是古中国人后裔,其最初起源在于中国。 图为,日本创世神话八旗大蛇。 这似乎是匪夷所思的事情,为此,日本学者提出了几个证据。 一、在1931年4月18日,日本学者石良信夫,在兵库县的宏基地支层中,发现了猿人妖己化石。 日本学者经过研究之后,提出这是日本的祖形人种,因此,将其命名为名师猿人。 图为,周朝地图。 日本学者指出,日本在三万年前是无人岛,明石猿人是日本的始祖猿人,明石猿人的同类,最早在中国江南一带繁衍生息,并于更新式的后期从台湾,琉球一先来到日本,属于生文人。 图为,明石猿人。 二、1995年,日本考古界经过碳14检测得知,在距今一万两千年至2000年的这一万年之间,是生文人进入日本的时代。 中国出土的古岳人生文陶,距今已经有一万多年,日本同样的生文陶出现在中国之后,而且样式与做工与中国如出一辙。 图为,生文陶。 日本的生文陶是如何出现的? 这绝对不是巧合,极有可能是中国南方的古岳人通过大陆桥抵达日本,然后将记忆传在了当地。 图为,弥生人与生文人。 三、原先日本与中国大陆连接。 大陆桥沉没之后,台湾岛和琉球群岛形成,日本与大陆分离。 但日本并非从此成为古岛,中国的古岳人依然有渡海到日本的证据。 图为,段落的大陆桥。 1975年,日本考古学家在日本福本县二方冰干河的河床上,发现了一处生文时代前期至中期的被种遗址。 在被种遗址里,日本人发现了制作精美的石斧,红漆慕容器、独木舟等,而且还有核桃、葫芦的外壳,以及绿豆等。 图为,日本发现的漆器。 当时能掌握漆器技术的,仅有七千年前的中国和母都人。 日本被种遗址的发现,有利的证明了即使路程,依然有中国古岳人东渡日本的行迹。 被种遗址里的漆器,成为了最好的证明。 图为,被种遗址。 4、1980年代,日本考古学家,在新研究日本史刊文指出,日本在神文人遗址里,发现了大量门尺被拔掉的头颅骨,这种风俗称之为凿蚀。 凿蚀行为最初是中国的仆人习俗,后来古岳人也跟着效仿。 日本发现的大量凿蚀骨,绝非是偶然事件。 图为,古岳人遗骸。 种种迹象表明,日本最初的十祖神文人,来自于古中国东南沿海的古岳人。 神文人是日本的最初始祖之一,是古中国迁移过去的古岳人。 图为,古岳人煽动。 那么,构成日本十祖的另一人群迷生人来自于何处呢? 5、日本学者林木,尚对日本三浦岛出土的人骨进行调查研究,发现日本自神文时代后期起,有大量迷生人从中国江南北上山东霸岛,然后渡海去朝鲜,再下到日本。 图为,迷生人进入日本地图。 6、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在漫画《中国少数民族地带》一书中指出,中国遗族人的纺织物、铜器图案、墓穴等与日本的一模一样,这二者之间,肯定有着必然的联系。 图为,遗族人。 7、1998年,日本东京大学医学系人类遗传学教授德勇盛氏,从人类白血球抗原HLA的分析中,将日本十祖弥生人分为四个族群,其中B46D29型的人,东北亚人最多,其他组的如中国南方人、泰国人、越南人等,都与B46D29相似度极高。 图为,HLA分析。 由此可知,B46D29东北亚人才,是日本最初的始祖。 而东北亚人最有可能就是古中国的速身人,速身人从朝鲜半岛南下,东渡日本海。 图为,速身后人满足。 8、在记载日本历史的古世纪中,曾有始祖大神驾驶木船,从天上降落日本岛,缔造日本大和民族的记载。 从另外一个侧面,证明了这个推断的正确性。 图为,今天日本神恩人与弥生人对照。 由此可以推测,日本大和民族的两大足系来源,一是来自中国的神恩古跃人,二是来源于中国速身人南迁的后裔。 图为,日本弥生人女子。 图为,日本大和民族的证明。